有温哥华华裔电影人指导 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为题材的纪录片 大卫战红魔 即使一月得到了加拿大汉密尔顿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的殊用之后 现在又在全球最大网络电影节上一举夺冠 导演李云祥正在和他的团队为下一部电影做准备 得知纪录片《大卫战红魔》获得世界最大网络电影节的最高奖项 他非常感慨 当时当然心情是很激动了 应该说我们确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大卫战红魔讲述了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亚太斯司长大卫乔高 他们联合调查中发现中共政府非法活摘人体器官 进行倒卖盈利的罪行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器官 这是让我觉得很满 与其他报道不同 影片中收录了曾经到中国大陆 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和专家采访 拿到一手资料 证实这些器官大部分来自中国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这部纪录片当中包括了三位台湾病人的采访 应该说在寻找病人的过程当中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那么这几位病人我也很感谢他们 他们很勇敢能够站出来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 美国著名独立电影导演Ted Hope表示 大卫张鸿摩将尚未引起关注的罪行曝光 应该得到全球关注 本片在电影节的200多部入围作品中脱颖而出 获得社交媒体超过上万次分享 最终夺得投奖并有5万元奖金 李云翔表示会把奖金投入影片的推广 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共活摘奇观的真相 大卫张鸿摩将于明年陆续在全球放映 新台湾记者加曼 温哥华报道